Hello 大家好,我是班大帅,欢迎收看本期大帅实况解说动感微图第五天第三场 黄音之主阵容方面双旧三旧加先知,搬了一个佣兵应该是 这套阵容黄音之主打的话,我觉得不太好输 这个黄音之主应该是平局起步的一个局 哪怕有野人有前锋上来抓到一个守木人,挺香的 可以抓,这个守木人可以把他抓了 对吧,先知鸟交了,铲子交了,硬抓,抓完以后你们爱舅舅嘛 这套阵容外面修的是不快的 最香的就是如果说他上来能够抓一个先知呢 我觉得甚至黄音之主是可以平局起步,增三增四的 抓一个守木人呢,我觉得也能保住这个平局啊 守木人这里两根铲子已经交完,看下面应该是触手风走位 然后这边一边直接倒地,先知鸟还没给上,有一个地下室 我的天,这一波有点伤啊,这一波有点伤 一根触手,封住前锋,然后前锋来了,放,没放下来 嗯,但这个人走不了啊,先知的鸟,没给 没给,这个口子前锋倒是有不错的一个发挥空间 但是黄音之主这边有一个眼,先下 牵,来了,前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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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 放下了,放下,然后再一根触手 哎,直接牵吗,直接牵,前锋又来,躲掉,回身给你一巴掌 好,这个前锋交掉了自己几乎全部的球 然后没有能保下这个守木人呢 前锋这边赶紧走吧,然后我觉得可以卖掉不救了 摇下来了,因为刚刚已经放过一波摇下来 但我觉得这个守木人走不了,看现在的鸟,鸟给上的话还行 触手这边往前一封,哎,两边都是触手,两边都是触手 球者这个位置不好走啊,这里有四根触手 每一个点位全是触手,强行翻吧,一边子拍,还行 抢一个窗,再回身过去,压住这个位置,看一下触手 哎呀,用错触手了,哇,这个位置拉开 那这波其实前锋从结果上来看,这波前锋的一个保护 还是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因为这位摇下来了以后 花的时间已经是超过30秒了,对吧 先知已经修了下一台电击,前锋也被摸好 那这样的话,穷人者我觉得有机会能保平了 本来如果关于地下室呢,我感觉穷人者保平的面都不大 黄一之主很有机会去争一个三的 现在的话还可以,还可以 看见野人,野人这个版本已经是成为了一个热门角色 甚至一些S级野人都觉得野人已经成为了国家队 哎,这边刚说完这 直接一轮爆炸型的输出,打完以后这野人救不了人了 那只能前锋去,但前锋这个状态来救人 那没有球,无法直接压过去的话 我觉得要不这个人别救了吧,别救了三人打开门战吧 这波野人主要被一个位置给夹住了 被这边的板子夹住 两个人选择一波治疗 但是黄一之主不宜不扰往前压过来 先这电机点开 中场的电机刚才看好像是修了一半左右 这里回来,看一眼,不到一半,三分之一 选择抓先知 抓先知,差两台电机 我们看一下穷者这边怎么安排 其实我觉得这个野人还是要摸的 因为这个野人待会儿归根结底还是要救一波人的 让一个没有球,没有道具的前锋 有一个魔术棒,一个魔术棒还行 就没有道具的一个前锋去救黄一之主的人 真的很危险 真的很危险 这个东西救不下来的 然后把野人摸好以后 野人在旁边一来可以拖足够多的时间 二来的话救人的一个成功率会更高一点 这边促手已经封住了 一边子拍直接倒地 外面电机是绝对不够的 已经是一个偏三了 2.7,2.8 挂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防守的位置 这里需要卡半救一波 然后拉走才行 我们看一下电机 电机的话前锋这一台刚开始点上 修自己的遗产 但是这个电机的进度是真的不够 野人这边没有想法来救 那就是魔术棒前锋来救第一波 这边触手先拦好 再补一个眼 看这个位置 前锋贴过来 两根触手 一边子先拍 再绕再绕 再打 好打中前锋 这边反手一打 打先知卡半救下来了 还行还行还行 这边卡半救下来 前锋如果不倒的话 可能还有那么一点点机会 但是黄音之主真的不依不饶啊 你确定找得到这个先知吗 待会儿 出手 魔术棒 打 没打中 一边子拍 前锋走了 一个翻板 加速 拉开 这样的话慢慢的把野人电机给拖出来了 为什么不去挂这一个先知呢 我觉得挂先知稳三啊 或者说大概率三 一刀打掉 呃 这边追到前锋以后 野人这里电机修不开的话 可能还是一个三或者四啊 甚至有一可能是一个四 但是我觉得这个追追这个前锋的风险还是有的 你就挂挂挂那个挂那个先知的话应该是稳的 这边救下来 一根触手 拍 好的 那没了啊 局势已经是可以下结论了 这把应该是一个四抓了 还是这套阵容的缘故 然后加上开局 穷者这边其实牵制的时间是不太够的 呃 守木人牵制黄音不太牵制的动 因为他的触手 其实对于守木人来讲还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然后打完以后出手打 嗯 牵制的时间不会特别的久 然后再加上这套阵容修的又不快 所以说从开局就给大家讲了 就这套阵容打黄音之主的话 偏向于一个 那个黄音之主宝评真胜 穷者有宝评的面 但是 由于中间的几波交换呢 穷者电机没有能拖出来 这边还要 失常一脚 把人挂上 然后追一个4 可以的 嗯 这把黄音之主打的还是比较凶的 还是比较凶的 可能刚才那波前锋撞他烦了 对吧 所以后来对就感觉自己 他应该是从就是从我们上敌视角来看呢 呃 抓挂先知应该是更稳一点 但是他可能从大局观来判断 就是电机是肯定不够的 就算这个先知对吧 呃 我不去挂他 他交自己需要一定的时间 我把前锋寄到以后把人挂上 也是可以守住一台电机 然后来争取一个3 争取一个4 好一刀 再打 嗯 这里板子一破 没机会了 等到野人挂飞 这个先知居然吸出一只鸟 我觉得他也跑不了地窖的 这个点位的话 一个黄音之主在这种地方 嗯 遛不动啊 一个先知是遛不动的 他需要像祭司 像有那个位移能力的求生者 前锋用冰这种可能还行 好的也是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一场再见 拜拜